全民累積心靈臺富,幫你創造未來幸福 胡蘿泉邀請你一起,美式來哈拉 歡迎繼續回到iLiRadio中網流行網 收聽美式來哈拉 聽著我沒有一聽就知道我這個聲音真的是很不好 所以我今天呢,在訪問我們今天的執掌達人的時候 要請沈妹一起來幫忙 我們要一起來跟這位特別來賓兩天 沈妹介紹一下個人 這個人是劉芳玉先生 他是深銳科技有限公司 這應該怎麼講 就是負責公司產品的行銷 那我是在Facebook認識他的 沈妹怎麼聯絡他這個人 從Facebook 我就上他的個人網站上看 主要是因為他會一直教我怎麼用Facebook做網路行銷 會做比較好 那有一天他跟我講說 他換一些工作中間還當過那個保險經紀人 然後那個工作還跟我有關 後來我看到他的資料之後啊 我對他非常抱歉 因為他去做那個保險經紀人是因為聽過我跟另外一個保險經紀人的演講 那我就一直想說他是被我騙去 那個方禹我要跟你講 就是說你要留意 所以我如果去人家講座 如果是 譬如這個公司有一次邀請我 那就表示我覺得 他的reputation很好 然後我會就信用很好 然後我一直跟他合作 那如果有一些廠商啊 或某一些節目 我只去一次 你就發現我後來都沒有再去 而且那個節目 我個人覺得我可能跟他屬性比較不合 這樣你聽懂嗎 好懂了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嗎 有廠商請我們去演講 或做一些活動 其實我之前也不知道他到底怎樣 那在點落的過程當中 我會就有一些簡短的測試 可是到了時候覺得他怪怪的 可是我仍已經去 你知道嗎 那聽懂嗎 嗯懂了 好那個姊妹你有什麼問題要問他 沒有 若萱大哥你在為上次做的那個演講 做一些澄清嗎 因為害他換工作去那裡 我就覺得很抱歉這樣 沒有啦 你先說你本來做什麼 其實我 要從很早之前嗎 其實我做過幾個工作 很多而且性質都不一樣 因為剛 其實剛開始那時候 因為在當兵的時候 我們常會有那個革命軍小冊子 然後他後面不是都會寫 某某中介公司 可能剛開始前三個月三萬塊 後三個月四萬塊之類的 那當兵的時候覺得這個非常吸引人 而且我一直覺得自己個性其實非常內向 我適合去做 應該說我不適合去做業務的工作 但是我很想要挑戰做業務的工作 所以對於之後其實我 第一份工作我跑去做房屋總結 但是我真的只做了三個禮拜 我就是受不了 可能這張照片很帥 就是那個中校人愛某某和平的那一家 對 那後來 做三個月 沒有三個禮拜 真的 對我就覺得真的我受不了 那一家是不是就是那個打槍的碰碰碰的工 對嗎 對 三個禮拜 又領到錢嗎 有 對 所以是不錯的公司 所以問題其實還是出到比 那所以在之後呢 我就不相信我這麼撐不住 我還是挑業務工作 但是因為之前賣房子太大 金額太大 我想說好 那我賣金額小一點 我賣車子可以吧 嗯嗯 那時候喬吉拉德還沒有出書 可是那時候覺得 賣車子應該也是業務工作 我要去挑戰一下 後來去了之後 這次撐比較久 就撐了半年 那也是在這半年之內 交到一些很不錯的朋友 還有我們的上司 還有一些學長 他們教了很多業務經驗和技巧 那我就覺得很不錯 但是我爸媽覺得說 我的個性根本就不適合去做業務啊 為什麼要那麼痛苦 每天那麼晚 做業務你最痛苦的是什麼 其實是要克服自己內心的障礙 因為一個很內向的人 那要出去跟客戶 很暖 很暖 那我又不是很 你覺得他內向嗎 我覺得他現在看起來還好 沒有那麼內向對不對 對對對 好 跟我們打扮繼續繼續 所以那時候過了半年之後 我想說好啦 那爸爸媽媽也其實 不是很支持我去做業務 乾脆就離家裡遠一點好了 我就去做了技術員 就到現在的電子工 現在常常講的那個科技行歸 那一類的電子工 公司還蠻大的啊 對 那就去做技術員 然後待到領班 待了一年多 那後來真的 我發現我的個性 又不適合做那種很固定很固定的工作 所以又一年多之後 我又待不住了 那時候我想說 好 退伍之後電腦已經變天了 之前是DOS的時代 後來已經變Windows了 其實我都不會 那我要學電腦 那時候就開始 就跑到貿易公司去 那就做網路工程師 然後兼著做公司的一些產品的 一些應用工程 那時候有一個貴人對不對 他就是教你用電腦 對 那時候其實我們有一個 課長 就是之前在電子工廠的一個課長 他對電腦的技術還蠻熟悉的 所以那時候我跟他學了一些之後 我後來回台北去貿易公司工作 我就發現 其實網路的時代那時候 剛開始寄來 那時候雙向512K 某AD的時候 台灣的龍頭 就猛打這個廣告 老闆就想說 那我們貿易公司很傳統 我們要企業一化 第一件事情的任務 就是跟我說 我要全公司的員工 每一個人都可以上網 那對現在來講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在那個時候 對我來說 是蠻困難的一個任務 那從那時候開始 我才開始學習電腦 開始學習網路 然後去上了一連串的 好幾百個小時的電腦課程 哇 之前在學校是學什麼 我學電機 所以應該沒那麼難 應該 差很多 其實電子電機跟資訊 其實有一點相關 至少那個心理障礙比較小 對 因為他已經不是純粹業務清職的工作 對 那可是在電子業 你也換了不少工作 呃 在 其實後來 你從那個退伍到你 摸清楚自己真正的方向 對 過了幾年 中間 中間大概有 那時候86 87 大概有四年的時間吧 可是你很恐怖耶 你四年換了多少工作 換了我數一數大概有八個工作 對 我一直在找自己的 性向 今天我建議請他來 有一點這個目的 對 因為我那時候看劉先生的資料 我覺得他非常的可愛 就是他把那個 他願意去挑戰自己最弱的那個部分 一般人像是我的話 我可能就會直接逃避 對 然後他又把自己這些 一些心路歷程轉換的過程 很詳細的寫在他的網路上 網站上 對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誠實的面對自己 然後也 也給大家一個鼓勵 就是很多人並不是在 一開始就很明確 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對 就是大家都是在摸索之間 才慢慢 而且他 每一次轉換他都有 就是得到一些 嗯 就是這個很難 好我們休息一下 聽一首歌 等一下再回來 I like pizza I like Ravion 歡迎回到沒事來哈啦 我是沈梅 我是若犬 因為我沒聲音 所以今天要請沈梅多幫忙 我們今天在現場訪問的是 劉芳玉劉先生 嗯 他是 呵呵呵 聲銳科技有限公司 是我在那個Facebook上面的好友 那今天請他來就是 本來是要聊那個網路形象 因為他非常會做 嗯 可是因為他轉職的過程很曲折 所以 讓大家能夠了解一下 那 呃 劉芳玉是在 大家摸索了五六年之後 開始投入這個守候組 對 那守候組 那時候在做什麼 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呃 剛開始其實我只有一個觀念 就想說 我如果一個月可以 呃 做兩個案子 那一個案子 如果可以讓我賺兩萬的話 那我就努力打成兩個案子 我就有十萬塊 嗯 那十萬塊就差不多 我當時上班的一個收入 我就可以打 嗯 那因為之前上了很多 電腦的課程嘛 嗯 那最讓我感興趣的其實就是 網頁設計 嗯 那因為網頁設計做完之後 我就會想 那這個網頁到底要放到哪裡去 嗯 可以讓全世界看得見 嗯 那這種工作是變成可以跟全世界的人 連線打一塊 嗯 那對我來說非常有興趣 嗯 可是你 就是不上班到創業 嗯 中間有沒有什麼考慮或增長 那時候其實只有一個念頭啊 就是 上班對我來說 我 我充滿了很 很抗拒啊 嗯 我不曉得會不會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 我每次要上班的時候 我會 我有時候會 不想去 甚至緊張到 我早上吃不下 會反胃 會想吐 啊 那你有沒有去看醫生說 這個狀況到底是怎樣 呵呵呵 因為這個已經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心理層面的問題 因為我 我記得我從小就真的 比較內向 然後 比較不善於跟人家打交道 嗯 可是人家不是說創業都必須要準備半年的生活費 或者是週轉金 那時候 大概有多少資本 我那時候我其實 其實我的銀行戶頭存款 現金存款只剩下五萬塊 哇 對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蠻 迫不成功 對 可是你做收購 你要 接觸更多人 對 但是 很奇怪 就是 以前在上班的時候 如果是有工作 那 那主管交代說 你要去哪個公司 哪個公司的時候 不想去 不曉為什麼 就是很緊張 對會胃痛 那可是自己 自己有客戶打電話來詢問 產品的時候 我就會變得非常的自信 因為產品我已經摸得很熟很熟 那客戶打電話來 我就會很 有成就感 那也是 其實我就是賣電子郵件的伺服器 可以大概講一分鐘這個東西 就是大家其實在用 就是說 Yahoo 或者是Google Gmail 那大家想說 我只要申請一個電子郵件帳號 那我就可以收發電子郵件 那其實對企業來說 他們不只是希望每一個員工 有一個自己專屬的名字 譬如說某某公司.com 這種郵件伺服器 可以放在自己的公司裡面 因為它可以方便控管員工 進出的電子郵件 甚至可以監控電子郵件的內容 那如果讓員工去外面申請自己的電子郵件 那公司就達不到這種控管的功能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喜歡這一類的產品 所以那時候就研究這一類的產品 然後進而去銷售這一類的產品 在網路上做銷售 現在還有嗎 對一直到現在 對 要花多少錢個 如果是一般企業的話 大概都五六萬甚至幾十萬 只有你一個人嗎 到目前 目前已經有一個團隊 之前是剛開始是只有幾個人 然後跟人家合作 因為自己沒有公司 我看資料上面說你當初離職的時候 還把原本公司的兩個客戶帶走 喔這個不好吧 不是把公司的客戶帶走 因為那個產品屬性是不同的 因為那時候公司是做 譬如說那時候是在維修保養演藝機 但是我不是把那個案子帶走 我只是幫那些客戶去做他們公司的網站 因為我覺得你們太傳統了 就是沒有衝突的產品 對對對 那現在是變得不適所 現在是一個公司 對現在是一個公司 讓有多個大家同事這樣一起 一起walk 當初在創業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結婚了嗎 對那時候第一個小孩剛出生 小孩剛出生還敢冒然的換工作 太太有說什麼嗎 那時候太太我蠻感謝我太太 就是其實她很支持我 因為她那時候自己還有在上班 那她就覺得說 沒關係我這邊還有一分薪水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把我公司配的股票全部賣掉 那給我一點後盾這樣 那所以 所以她很支持 對她才很支持 對所以就開始了 這條步 可是你現在做的東西都是業務 現在做的東西都是業務 但是跟耐性一方 我有什麼不同 啊你講出來了 對不起我因為我感冒到不安的 應該說不太一樣 找客戶的方式完全顛倒 像以前如果是做仲介 或做一般的 特別就是以前都是你要去求別人 對 現在是別人來請這樣 對 等於是以前有一點亂槍打鳥 我可能call out 100通 可能只有一個人願意跟我講話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 我只要把網路的行銷做好 網站內容做好 人家是主動打電話來問我產品的功能 那我們只要洽談OK 那就可以 所以變成你用你的專業去吸引 對 那那個中藥仁愛某某和平 那保護公司的那些業務員 能不能用你的方法去賣房 有 現在其實有很多中介業的業務員 他們可以自己做一個 會 他們有很多人開始會自己 成立自己的部落格 然後他會希望他的部落格 能夠讓他的所有自己的客戶都看得到 然後他會自己去po自己的資訊 無件在上面 那你現在的客戶 客戶是什麼類型 我們現在的客戶大部分是企業 大概五百人以下的企業 請您的下午茶 私房的喬喬話 每週一到週六下午四點到五點 我若全合覆幫我叫基金會邀請你一起 沒事來啦啦啦 哈囉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沒事來哈啦我是沈妹 我呢我是誰 肉全大哥 我為什麼這個聲音 我不知道他從昨天就這樣了 好我們今天請到的是 深瑞科技有限公司的劉芳育劉先生 你還現在不是SOHO 我現在是一個公司的負責人 對啊而且做的 哇 客戶的規模都蠻大的齁 不過剛才講到說 業務第一個就是專業很重要 然後你要用專業跟你的圖片啊 你的精力去贏得別人的信任啊 那這邊就有一個 你剛才有提到的就是說 有人看到你是基督徒對不對 可是你是2006年嗎 我記得 2006年收洗禮 對 之前也是基督徒嗎 2006年之前 其實我從爺爺跟我爸爸都是 只是從不同的教會 那我自己的洗禮時間是比較晚 就是跟我太太一起去洗禮 你為什麼那麼晚 人家不是一聲出來就要割泡屁 幹嘛一泡屁就要受洗 哈哈哈哈 因為以前一直都 信心不夠啦 應該是這樣講 對 那後來覺得說 反正就是先選擇相信嘛 那其實那本秘密的書 出版之後 我就發現 其實這個跟宗教的道理還蠻接近的 對對其實是 對 那你就是先相信之後 你就會慢慢達到自己想的那個程度 像你去幫客戶安裝伺服器的時候啊 然後就會打開收音機 然後就聽到若泉大哥的節目 這樣子長期下來 是有時候聽有時候沒聽嘛 對對對 那這樣就是你說若泉大哥的節目給你很多的 啟發跟加強你的信心這部分 可以請你聊一下嗎 就是那時候 因為剛開始當SOHO嘛 那也沒有在上班 偶爾客戶來電話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去解說 那也不曉得說這次案子到底會不會成功 講得好不好 那在路上的時候都會聽眾光 那有時候就剛好碰到四點 那時候聽到若泉大哥的廣播會覺得說 他的內容真的很正面 真的 然後 而且你感到這麼嚴重還要來做講 對 就是那個很正面 而且講話非常簡潔有力 我覺得是很需要我當業務的這一面 很需要去學習的地方 我今天更簡潔有力 哈哈哈 他有沒有講哪一句話讓你印象最深刻 我覺得很多耶 幾乎每 像我看他的書齁 我鉛筆拿起來幾乎每一句都是重點 一直圈一直圈 哈哈哈 這個很好 很堅刻 對 所以就是因為那樣子 那時候我就覺得更有信心啊 去做自己的事情 他的那個 他說他最討厭兩種人 對 你最討厭哪兩種人 呵 那個 我寫在部落格上面 對 我也忘記我怎麼寫了 心外不軌 對 心外不軌 還有就是那個沒有道德的人 對 其實他跟我很像耶 我也很討厭 對 可是你真的寫了這兩種人 這兩種人就不會來找你嘛 所以這兩種人都很有自知之命 但是這兩種人不一定都會看到我的部落格 所以他們還是會來找我 哈哈 只是說到最後我必須 憑自己的經驗去判斷 哪些人是這樣的人 嗯 所以你覺得成為 要成為一個SOHO 主要有一些必備的條件 必備的條件 其實 其實第一個是說 我啦 我自己的感覺啦 就是以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說 你是不是真的非常討厭目前上班的生活 那討厭到你每天早上起床 你都很想請假 然後跟我一樣會反威 第二個是說 你上班的時候 上司交代完成的工作 是不是完全都引不起你的心去 那第三個是說 你工作的內容 對你的未來的成就 是不是完全沒什麼幫助 第四個是說 是不是利用上班這些年來的下班時間 上過某些有用的課程 例如說語文、電腦之類的 去充實你自己的知識 等一下我覺得這個蠻重要 這個很重要 因為 他在轉換跑道的過程當中 他要一直去學東西 對 因為前面講的前三點 應該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 對 可是學習這個我覺得是關鍵 大部分主要是這四點 這四點讓我覺得說 我真的很想成為一個自由工作者 我們之前就是開放高零 聽到朋友都有問說 他不曉得他現在要做什麼 然後也不曉得他自己對什麼有興趣 對 很多這種人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他 其實我之前也碰到朋友這樣跟我講 他一直說 網路行銷是不是可以比較輕鬆 我說是啦 讓客戶自己來找你 當然是比較精準 比較輕鬆 可是你自己喜歡什麼 那問了很多 他說不知道 我說你都沒有去玩嗎 不知道喜歡玩什麼嗎 有沒有喜歡看的電影 或喜歡看的書 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給他一個建議說 其實你就去逛書店 那書店很大 那書籍很多 類別非常很多 如果是網路的話 你可能茫茫大海 你不想要去那邊找 很像無頭蒼蠅 但是你去書店的時候 書店都會分類分好 你就一類一類去看 看哪一類 你就花時間去看哪一類的東西 是真的比較符合你的興趣 那找到一樣 你真的很喜歡的 就一直去投入 那個也很像心理測驗 就是說 你在書店的哪一個書架上 停留的時間最久 所以劉先生你在書店裡面 都是停留在電腦那一類的書籍前面嗎 其實我現在也有點後悔 坦白講 為什麼 因為我的家裡有一牆壁的電腦書 那隔幾年我就會發現 有一大部分是我可以丟掉了 因為你都會了 不是 乾草換袋了 對 電腦就是乾草換袋 譬如說以前的DOS 你現在會去想看嗎 其實不會了 以前的Windows 95 現在也不會去看 都已經過了 都已經換了 對 那我覺得最大可惜的是說 人文的東西 藝術的東西 音樂的東西 電影的東西 是我這八年幾乎從來沒有接觸的 所以呢 所以我跟人家講話沒有話題 所以呢 所以 你現在有沒有開始 有啊 你現在開始讀我的 對 所以我會發現 現在有些小說我會去看 以前我覺得這是東西浪費時間 那時候我發現 讀了小說之後 我發現那個 思考的邏輯 和行銷面可以用得上 我這個 投資報酬率很高耶 因為就在Facebook跟我講幾句話 看了我的小說 就可以來上節目 所以我覺得小說也不能亂看 就是若全大哥一定要先看 哈哈哈 那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請 那個劉芳玉來談什麼之類 我們下次可以請他來談談 如何在網路上做網路行銷 對 然後宣傳自己的商品 要怎麼樣做才會吸引人 就先預告一下 對對對 劉芳玉你覺得下次來 你可以幫助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可以幫助 我記得有部落格的網友 有一些媽媽來問過我這件事情 他說我要帶小孩 我不能外出 那其實我覺得這些媽媽 他們很想要學電腦的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可以幫到這一類的人 當然不一定是女性 其實男生有很多其實也可以 對 就是想要用最簡單的網路的工具來幫助自己 對 其實這不是很簡單 但是如果有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覺得都可以幫到自己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方鈺 謝謝 等一下 因為有人可能要搜尋他 所以你告訴聽劉芳 他的名字怎麼寫 喔 劉芳玉就是 金刀劉 然後芬芳的芳 玉是教育的玉 對 上網社區這個關鍵字是 劉奶爸 對 劉奶爸 好餵心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聽一首 Can It Hit的樂團的歌 是大字若語的主題曲 Let's Walk Together 然後呢 這片行為最後 請繼續收聽文芊的意想世界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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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